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當思念變成了宣言 我只能全体卻放下一切 时间推着我走向前 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 一生注定有多少眼泪 为你流感再无亏欠 许多事情只剩了最并非误解 相信你的直觉 重远你的感觉 为你爱都藏不得 爱都藏不得 我们要怎么快乐 说不明我们爱 痛苦的结果 你的距离得让我舍不得 美的距离得让我舍不得 对啊上一次你跟董事会 谈的事情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还在工作啊 妈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你不是也是很早就回来了吗 辛苦了 跟妈妈说说自己冰做怎么样的 工作很好啊 死看看你 你看看你穿这种裤子 穿成这样早出晚归的忙得还挺像回事 妈不是你的工作才叫工作 我也是很认真的 我今天可是一大早就出去外拍 做卫美忙了一整天呢 要不要妈妈给你派个专车呀 不用了 妈突然这么大方我还不习惯 有专车有专人的司机 你方便 妈我现在已经习惯坐公交和地铁了 下了车还可以散散步 挺好的 你说你喜欢散步了 是啊 我今天下了班就是坐公交 然后散步回来的 我的大小姐 鬼才相信你刚才是坐了公交回来的 妈 不管你信不信 我就是坐公交回来的 喂 刚才在马路边上 送他回来的那个男人是谁 那个人是悉尼的老板 我想他可能不想增加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才对你那么说 你也在叫他悉尼 我放好了 这不是西语 平安画得不像 那么我看看爸爸的 爸爸 爸爸好棒 好棒 教教我吧 好 爸爸教你一会儿 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平安的事情我不在凡事了 但是我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 让我做一次平安的爸爸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电话我怎么能接 是弟妹打来的 他找你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 你不回给他 不回了 他有事还会再打 明天再说吧 你现在不反对了 反对什么 心语说想平安啊 人家的是我现在不想管 他就是不反对了 你可以带平安出去 但是两天一夜不行 明天啊 不是 推销的房产能广告啊 睡觉吧 睡觉 嗯 周末 你还要上班啊 我也不想上班啊 可是约了人谈事件 而且那个人是从国外回来的 就今天也有空 走了啊 吃点早餐吧 吃完就走 我还没吃早餐呢 喂 您好 唐阿姨 盈盈在吗 哎 就差一步 她刚出门 她去哪儿了 好像是 回娘家了吧 娘家 细雨去了吗 哎 没有没有 细雨在家 谢谢 好 好 好 这是 好 那 好 你 走 林安 叔叔 叫爸爸 就今天一次 你答应过我的 至少让我做一天爸爸 我们今天玩个游戏好不好 什么游戏 就是今天一天呢 平安多管叔叔叫爸爸 要是平安叫错了 那就是输了 输了就要接受惩罚 那要是我赢了呢 赢了平安想要什么都可以 嗯 我想要吃冰淇淋 好 咱们就吃冰淇淋 平安想不想赢啊 嗯 那应该叫我什么 叔叔 爸爸 再叫我一遍 爸爸 哎呀 平安已经长得这么高 这么近了啊 嗯 来再大点声叫我一遍 爸爸 再叫一遍 爸爸 再叫一遍 再叫一遍 爸爸 爸爸 这边这边这边 爸爸快来看 当思念变成了宣言 我只能 劝自己 放下一切 时间 推着我 走向前 你变成 一片片 记忆的残缺 一生主动摇多少眼泪 为你不敢再亏欠 许多事情 只是难解 明非无解 相信你的直觉 终于你的感觉 终于你的感觉 为你 爱都谈不得 我为了怎么快乐 祝福你 我的爱 很苦的缺德 别让他想玩什么 谢谢 客气 我 别让他想玩什么 这个 我看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回去了 一起吃个晚饭再走吧 我答应夕雨回家吃饭 大嫂也一定在家等你呢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我们家装的游戏我后都没有了 只要平安再叫一次爸爸 今天的游戏就玩完了 爸爸 平安赢了 爸爸去给你买冰激凌 一只冰激凌 好 请稍等 两只冰激凌 要吃两只啊 平安 你怎么这么贪心啊 没关系 不过呢 冰激凌会化 所以不能一次吃两只 我把钱给妈妈 你下次想吃的时候 让妈妈给你买 好吗 不能这样宠孩子 只有这么一次 以后没机会了 谢谢叔叔 爸爸 别这样 你跟大嫂的孩子 很快就要出生了 很快你就是爸爸了 你的冰激凌 谢谢 谢谢叔叔 知道 diu Musik 在DiePie做什么 白 ley 没有天哪 死了 小心 叫柠檐 悠悠 wyp 你醒啦 distinction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 这是医院呢 你打电话告诉我 你发生了交通意外 你不记得了 意外 我发生意外了 娜娜 你没事吧 我不是好好的吗 跟我手脚都好好的 要不下去给你跑两圈 不能 你现在不能下床 来 来 护士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你不记得了 跟我说什么了 他们 他们说 你的孩子 已经没有了 你胡说什么呢 这孩子明明在我肚子里 我还能感觉到他的心跳 你胡说什么呀 你冷静一点 你哭什么 我的孩子没有死你哭什么 你别哭 你再哭就不是我的朋友 好 我不哭 先休息一下 见你几点了 我要回家了 娜娜 你现在不能出门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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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路口停就好了 让家里人看到不好解释 平安下车了 跟叔叔说再见 叔叔再见 我送你了 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给我 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给我 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走了 等着我 营营 等到我顺利得到西郑百货之后 那哪吃 那哪吃 我让你来 我让你来 那儿 我让你来 回家 你驶 她 我让你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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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开车的 大嫂 盈盈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没事吧 这车是朋友的 我有点开不习惯 对不起啊 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差啊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要不要去医院呢 不用 我本来想找你聊一聊的 可是现在头很晕 我先回去了 你这样不能开车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你等我一下啊 我现在平安进去 大嫂 我现在还不能送走我的孩子 在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流产的事 他就有的电话 喂 你不在家 去哪儿了 我在蔡立这儿 他出车祸了 车祸 严不严重啊 不严重 就是被吓坏了 我在这儿陪他 不过下午 泰里借着我的车 车子有点损伤 没关系 没关系 车子坏了没事 只要人没事就好啊 那你留在医院好好陪他吧 自己也多注意休息 对了 等你回来的时候有惊喜给你 再见 娜娜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韩正宇了 不要告诉任何人 拜托了 拜托了 妈妈 钱呢 什么钱啊 我要买冰淇淋 太晚了 小孩子不能吃冰淇淋 是啊 爸爸说得对 而且你今天不是已经吃过了吗 不是我要吃 是爸爸要吃 你今天说要吃两个冰淇淋 一个是要给爸爸的 那妈妈呢 妈妈的冰淇淋呢 妈妈的冰淇淋呢 你们这样我会吃醋的 西宇的冰淇淋 跟实乎是一人一半 我就知道西宇对我最好了 岳父大人 原理你在这里啊 我找您半天了 这种事不能让您做 我来吧 不用不用 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是我说错话 但是您知道我这张嘴巴 我们是一家人嘛 是不是 你没说错 这个家会成这样 都是因为我这个没用的老糊涂 不是 当初被人家骗了 所以这盈盈在 岳父大人 大姐嫁得很好 姐夫也对她很好 再说我们一家人 好得不得了啊 您说的话我也想过 一辈子开车也不是办法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 从长记忆比较好 还有岳父大人 你有没有想到想要做什么 我想好了 开饭馆 当然不是开什么大的饭店 就开个普通的餐厅 你丈母娘做厨师 她菜炒得不错 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不要急 还有你知不知道 开饭馆需要多少钱 所以我才问你呢 你到底有多少钱呢 我这 我这 我 各是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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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不要说了 你再说也不可能多吃个脸 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进来呢 我看你数钱数人那么开心 怎么还在打扰你啊 我明明把存折藏得好好的 也能被你找到啊 拿来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拿来 啊 你说你没事儿 数钱干吗呀 你不会又想搞什么鬼吧 不是我 是 开饭馆的事儿 先不要告诉你帐篇和小慧 等以后有眉目再告诉你 是什么 怎么了 我是在想 嗯 我是不是需要去多打一份工 因为我们家小蕾一出生 钱花多了 我不努力多一点 怎么行 老公 小蕾 不会是你给宝宝起的名字吧 哎呀 老公 我还以为你不想要这个宝宝呢 老婆怎么会呢 她是我们爱情的捷径 你一直在误会我 对不起啊 老公 我可是 这小孩还没有生出来 你也不知道是男儿还是女孩啊 请您做不太早了 哎 我一直在说我的心跳像打雷一样 所以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像打雷 老公 说什么 我是在说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用雷字 女的就用花雷的雷 啊 漂亮 男孩的话就用打雷的雷 胖胖胖 哇 多有气势啊 怎么了 老公 因为她很喜欢这个名字 所以 提我了 来 摸摸看 来了 她在动 小蕾 小蕾 你们很生气 小蕾胖胖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嘛呀 我送你呀 你出车祸了 要好好在家静养你 我怎么也得把你送到小区门口吧 不让郑里知道不就完了吗 我大纯回去就行了 娜娜 娜娜 你到底要干什么 起码要告诉我吧 娜娜 那你脸色不太好啊 因为照顾猜莉 可能一夜没睡的原因吧 一夜没睡 这怎么能行呢娜娜 你现在怀了孩子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现在你只知道孩子 对你来说我就是孩子的妈是吧 怎么了 是菜类情况不好 没有 我有点累了 我本来还有个惊喜想要给你的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 你还想不想看这个惊喜啊 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家里没有多的房间 我想把这儿变成婴儿房 妈不会反对的 这张小床 小毯子 小枕套 都是我昨天买的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给你的惊喜 我 知道我一直不是一个好老公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努力做一个好老公 做一个好爸爸 太迟了 韩真语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了 不喜欢啊 怎么会 我还喜欢 我有点累啊 去几个早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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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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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 大嫂 沒有嚇到你吧 沒有啊 你怎麼會來啊 我是來找平安的 平安 他還在上學 上次我把他弄丟了 覺得很過意不去 真的很對不起 不要這樣說 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而且你又不是故意的 是啊 所以我想補償他 帶他出去走一走 可以嗎 算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也能理解 不打擾你的 不是 我只是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那我們一起去接平安放學 好啊 那你等我一下 嗯 嗯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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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阿姨把你弄丟了 你會不會生阿姨氣啊 沒有 媽媽說 阿姨不是故意把平安弄丟的 是阿姨不小心 那阿姨帶你出去玩好不好 平安要聽阿姨的話啊 那大嫂就麻煩你了 哪裡 平安我們走吧 媽媽再見 再見 昔雨好看嗎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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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又去哪兒啊 看電影的時候 還是沒辦法從表情 看出內心的感受 還不能好好地表達情緒 好 早安 我認為你們應該是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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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好 不要一直动 做得好累啊 不要动 你让我看看画得怎么样 画成什么样了 还没画好呢 看看 不行不行 还没画好呢 不行 你让我看一眼 不能看 看一眼 你让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就有一眼 点眼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看到了 特别人 这个房子是你的了 开什么玩笑啊 大嫂 来得这么快 有没有迷路啊 平安呢 怎么没有看到平安啊 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找得到 是因为你曾经来过吗 你真是了不起 大嫂 都已经知道了 你还有脸叫我大嫂 那都已经过去了 没有过去 你们一直瞒着所有人偷偷见面 难道你还想否认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见面是因为 但是奇怪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 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我陪着你 我还竟然在你的面前夸欠我老公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我真的很喜欢你 是真的 无所谓 我已经不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大嫂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 你想知道平安在哪里 平安 大嫂 你们又对平安怎么样吧 你们又伤害平安吧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呀 妈妈 妈妈 平安 平安 妈妈 平安 你在哪儿 平安 妈妈 平安 你在哪儿 大嫂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不关平安的事 求求你告诉我平安在哪里 没想到 缺我一个人知道的捉迷藏游戏 这么好玩啊 求求你告诉我 不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要把你的秘密 一件一件揭开 我所承受的痛苦 我也要你一样承受 这样才公平 知道吗 我都愿意承受 不管有多痛苦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可是平安没有错 这不关他的事 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 那我的孩子也没有做错什么 大嫂 你不要走 求求你告诉我平安在哪儿 你就在这里听吧 听听平安在这里是有多痛苦 大嫂 求求你 中文字幕筹发atan显ting 人 need来 喂 盈盈 这怎么回事啊 有人把平安送到店里来了 平安 对 现在住在店里呢 我知道了 你好 我要找一个叫姑娜的女人 刚刚的很漂亮 受伤送过来的 稍等一下 谢谢 病人已经转到市区的医院了 已经转院了 这么快 哪一家医院 我看一下 这一切 时间推着我走向前 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 一生住的流多少眼泪 为你流感 再无亏欠 许多事情 只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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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无解 相信你的直觉 终于你的感觉 帶回来 幸福 Kosmos 你уры育 Energy 或是你 想更多 temperature 消灯 六星 也手bak 痛苦的角色 你的句點讓我捨不得 你的句點讓我捨不得 詞曲 李宗盛